这幅画很像是一个小孩子 拿着油画棒随手涂鸦出来的 但是错 它第一是张照片不是画 第二创造它的人也不是小孩子 而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们 第三它是啥 它是人类第一次站在太空当中看到火星的模样了 当然并不是亲眼见到的 而是通过随手4号的电视摄影机看到的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背后的有趣故事了 其实人类很早就想看看别的星球上都有些啥了 原始动力简单而单纯 就是希望证明自己在宇宙当中并不孤独而已 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只能站在地面上看 所以打派有了后来的望远镜依然看的是模模糊糊 但至少是把月球表面看得比较清楚了 所以有点失望 沾这么近一个邻居上面居然是没有住人的 好那就把搜索范围放大一点呗 如果火星上面有朋友也是不错的吗 这下就真的是看不清楚了 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一些纵横交错的颜色叫声的条纹了 于是想象力开始登场了 再加上一点务实的精神就认为 这不脱脱的是有人居住的证据吗 你看那些交错的网络 它们不就是四通八达的运河系统吗 了不起啊 当然如果那会地球上已经有了发达的陆路交通的话 我们大概率会把运河系统替换成高速路网的 好这种自我安慰式的认知呢 其实是一直要持续到上个世纪中叶 直到我们能够凑近了看个清楚为止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终于有了飞出地球的太空探测器 以及装在它们身上的眼睛了 而且是两种不同的眼睛啊 一种眼睛呢 是通过传统的胶片来感光和成像的 关于这个内容我以前是有专门讲过的啊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你想啊 在天上拍胶卷 我们地面上该怎么处理呢 事实上分两种 间谍卫星会把拍好的胶卷扔回来 我们在空中接住之后呢 再把它送回到地面重启 而拍下第一批月球照片的卫星 因为太远肯定就无法把胶卷给扔回来了嘛 它于是就自己在月球轨道上 把胶卷给冲洗了 给扫描了 再将扫描的模拟信号传回地面 具体啊推荐你看这两个视频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的 好 那另外一种眼睛呢 是通过电视摄像机来拍摄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摄像机管啊 它的工作原理其实讲起来挺复杂的 我们可以以后再展开嘛 今天呢就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一下好了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相当原始的电子感光元件 画面通过一系列镜头的聚焦之后呢 照射在一块涂了特殊涂层的金属板上 很像是我们今天的CMOS或者是CCD啦 来激发它产生电荷 而这些电荷当然也不是乱产生的啦 它们是跟光线的强弱成正比的 光线越强产生的电荷就越多 光线越弱呢产生的电荷就越少 好接下来工作交给电子树 一树由电子枪发射出来的电子树啊 会依次打在这块板上 以检测每一个区域所产生的电荷有多少 并据此来生成模拟信号 也就是电视信号了 它被广播被传输之后 就能够在成像设备 比如CRT音级射线管上 以正好反向的操作 来将电视摄像机看到的画面重现 或者说是读取出来了 实际上这个操作在1964年就用在了 油漆冰7号对月球表面的电视画面直播上 好 那观察火星能不能也直接就用上以上两个眼睛呢 显然是不行的啊 第一种 胶卷你肯定是扔不回来的 而在火星轨道上洗照片 这未免也玩得太大 风险太高了嘛 第二种 从火星这样的距离上面广播模拟信号回来 你在想什么呢 不管你拍的是个傻 也早就淹没在了巨大的噪音里面了 拍了等于没有拍嘛 于是JPL就只好另辟蹊径了 他们被迫发明了一种类似于 今天数码相机的独特成像方式出来 具体是这么干的 一开始还是用电视摄像机 只不过当电子树打在光电板上 形成同明暗匹配的电流信号之后 他们立刻就在卫星上将其读取出来了 并以数字的方式转移到一盘磁带上 将一幅画面分为200行 每行200个像素 用0到63分别对应从白到黑的整个渐变过程 然后再将这样的信号发射回来 所以它就是一个抗干扰的数字信号了 回到地面 只需要用计算机将这些带有位置和回接信息的像素 按顺序重新画出来 不就得到了火星照片的准确还原吗 好 那为什么一开始工程师们还要上手画呢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画的肯定是没有电脑画的准确吗 答案是他们有点等不了了 原来这次任务是该由水手三号去完成的 水手四号只是备份 可你知道工程师总是很秀的嘛 他们为了给火箭一个极致的减重 于是就把装着水手三号的火箭整流罩给整成了一个玻璃纤维的 事实证明不准卖得太大 假着水手三号的太阳能板了 由于太轻他被大气压力给压垮 导致无法脱离 他跟水手三号相在一起了 任务失败 所以只好就让四号这个备胎上了 所以工程师才很焦虑嘛 生怕他也出点啥问题了嘛 于是当第一批数字传回来 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 他们的担心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但要等电脑出图 还得要等八个小时 是的 1960年代的电脑就是这么慢 那还有什么更快的办法吗 他们灵机一动 要不将这些数字条带剪开 按照正确的顺序贴在墙上 再照着数字图上对应生前的颜色 不就好了吗 说干就干 一边是工程师开始剪条带 把他们往墙上贴 另一边则是工程师冲到了 当地的美术用品店 去寻找合适的花材了 最终他们竟然找到了一个 跟火星极其匹配的涂色方案 看就是用这种能够区分明暗的黄褐色系了 褐色代表照片中的深色部分 只要是有数字50到45的地方都涂塌 黄色代表照片中的明亮部分 只要是有数字25到20的地方涂塌 接下来就是愉快的涂鸦环节了 其最终的结果显然是部分还原了事实的真相 在把比例调整正确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和电脑还原出来的照片 已经非常接近了 工程师们相当欣慰 水手4号的摄像机工作正常 最后水手4号一共拍下22张火星的照片 是人类第一次以如此近的距离 观察到了另外一颗行星 当然也打破了我们之前所有的幻想 这些照片当中的火星呈现出一片死寂 薄薄的大气 遍布的陨石坑 未经风化的岩石等等等等 好了 虽然没有找到外星朋友 但至少为人类开启了外星探索的大门了嘛 这幅经典的画作也成为一个象征 被从当初那堵墙上给锯了下来 装进相框 永久保存了起来 已经完成了领导收乱之后